我收到朋友留言 問我關於牆上的步伐、移動等問題 不少人都聽過米字步 米字步顧名思義 在整個球場做成米字形步伐 其實我們在牆上移動的時候 需要很多細步的調整步 所以我們在牆上移動的時候 需要一個連貫性 當你做跨步的時候 一定要用腳跟去落地 上網的時候 腳指尖和膝蓋應該是保持同一個方向 可以想像一下玻璃 然後做一個什麼步伐 然後做一個完整的揮板動作 今集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就繼續說步伐 因為步伐也有很多東西說 其他就留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記得 我發現很多朋友在牆上的步伐是比較大的 如果我們每一次做一個步伐的時候 都用很大步去做移動 因為我們的移動速度會比較慢 而且如果我們出錯了方向 其實突然之間要在很短時間之內 改變你的腳步去改變方向 其實是比較困難 很多朋友經常都做完起動之後 已經抱到很大步 誰知道發現自己去錯方向的時候 就不可以在短時間之間轉方向 要注意在牆上移動的連貫性 很多朋友都是做步伐的時候 是一下一下這樣做 可能首先是不太熟習這個步伐 所以每一次做步伐的時候 都要想怎樣去做那個步伐 整個節奏很不連貫 突然之間整個人停下了 再起動之後再動 就已經是慢了半排 看到很多朋友在上網的步伐 或者一些後場的被動步伐 最後一步做一個跨步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用了前腳掌去落地 或者去撐住人 長遠來說 就會令到膝囚骨很容易弄損受傷 最後一步因為你要穩住重心 然後去做一個擊球的動作 如果你是用前腳掌的時候 相對你的重心是沒有那麼穩陣的 如果整個場這麼大來說 你沒有一個殺制 或者找不住你的重心 那你就會變得動的時候會很吃力 好像每一板球都被人壓住 很多朋友洗開可能他們的屁股 或者後肌沒有力 所以導致他們做一個上網的步伐的時候 腳的姿勢不太正確 會把膝囚骨和腳指尖 可能屈了入中間 用了屁股的外側去支撐力量 亦都一樣會很容易傷到膝囚骨 因為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腳不是順著波的方向 很容易咬到膝囚骨或者腳腕 我們做步伐的時候 其實都要大概想像一下 你真的在下場的時候打球是怎樣的 很多朋友就好像只顧著交功課 只在場上到位然後就回去 這樣就沒有好好完成整個揮板動作 如果你只是做一隻腳 但是你沒有配合一個完整的揮板動作的時候 其實到你真的打球的時候 你都未必可以好好地用你練過的步伐 去做一個 即是加上打球去做一個完整的動作 不要只顧著動腳 然後上手球就亂揮板 我們可以在場邊做一些小練習和小步伐 第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側身的拼步 因為這個步伐其實我們在場上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包括一些去錯方向做一個調整的步伐 還有去後場都是側身 兩邊後場側身 然後加一個拼步 兩邊左右都是 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會練錯了這個拼步 就是整個身 和直腿都很鬆的 就是平平 然後呢 還要是向上的 其實你是練不到什麼 因為我們在場上動的時候 其實不會有一個那麼鬆的打側身拼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拼步練到標準一點 可以找條橫線 直腳大概是肩膀那麼闊 記住保持著膝蓋和腳趾尖在同一個方向 做拼步的時候 小腿和我們的腳腕都要收緊一點 然後把力放在前腳上 那你見到其實我的感覺 是每一步都貼著地下 即是很緊密的 那你才練到一個腳腕和小腿的力量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做一個轉寬的側身步法 做一些轉寬的步法練習呢 都可以幫助到你在場上的移動 做這個步法的時候呢 我們向右的時候 感覺是用右腳做重心腳 然後左腳就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那很多朋友做這個步法的時候呢 就會用很多腳的力量 即是用腳去帶動 就打算前一後 那身體是沒有變化 沒有轉動的 那這個也都練不到我們那個轉寬 那所以記住做這個的時候呢 是用那個寬去帶動腳 一前一後一前一後 那我再做一次 記得留意著我的寬 我左腳踏前的時候 我的左寬是會轉出來 然後右腳回的時候 右寬是會轉出來 左腳用寬去帶動我的腳 那你會看到 我的寬是一直保持著一個轉 一前一後一前一後 這樣才可以練到你的轉寬的力量和步法 另外呢我們可以做一些原地的跳躍動作 我們這次是加一個轉寬的 在牆上可以做一些轉寬的跳躍練習 那就幫助你去做一個協調 和一些腳步的跳躍力量 我們可以在牆上找一條直線 我們就做一個左右兩邊的跳 我示範一次 就是這樣 記住呢 做這個的時候 千萬不要頭跟著身 左右 保持身體 向前 就不要整個身體摺在兩邊 如果不是呢 動作就會很大 你都會可以喉勻 記住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不是一下一下的 就是不是這個一下 然後又重新來個 如果你每一下都重新起動 其實是很浪費力的 所以我們跳完之後要借助動力 然後再踩腳上去轉寬 這樣就可以練到你的起動 也都練到我們後場側身的協調性 也都練到我們腳步一個跳躍的力量 大家分享也可以做多些練習 如果大家想在牆上的移動能力 和協調性都有所提高的話 記住回家做多些練習 千萬不要偷懶 看到很多觀眾朋友留言 或想學雙打的步法 好啦 下一條影片就會講解一下 雙打的走位和步法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這樣就會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錯過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會記得按鈴鐺 在影片到人數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